他正盯着破旧的屋顶时 突然出现一根奇怪的东西 等用手慢慢靠近 这东西竟然还会蠕动 男人紧紧地捏住他使劲一拉 竟拉出来一只大老鼠 很快防顶大面积破裂 如洪水般的老鼠倾盘而出 直接将男人淹没 他拼命地在老鼠堆中挣扎 老鼠竟瞬间消失不见 原来只是噩梦一场 男人名叫马森 是墓地的一名看管员 利用植物之便进行盗墓的勾当 墓园和坟场是隐藏最多珍宝的地方 层层黄土将古墓叠叠收尽 无论是圣人 富人 普通人 黄土之下竟是奥秘全是宝藏 这些宝藏在啃食骨头和鼠虫蛇一眼中是食物 但在人类眼中则是酬金 马森因为赌博欠下巨额债务 不得不通过盗墓维持生计 这天两个年轻的盗墓贼盯上了一名19岁女孩的棺墓 可两人刚爬上来就遇到了管理员马丁 他手持武器威胁两人上交赃物 等两人挥溜溜逃跑后 马森转身跳进了墓底 他用随身携带的钳子专门挑金牙下水 虽然幸运地找到半颗金牙 却因为没拿稳掉入了棺墓 就当他伸手去寻找时 不明东西突然咬了自己一口 仔细一看竟是一只黑色的大老鼠 由于墓园遭遇鼠害肆虐 马森没有纠结放弃了半颗金牙 这也让他没有按时偿还债务 债主警告马森只有一周的时间 不然你就不再是盗墓者了 而是被盗的 也许是上天的怜悯 走投无路的马丁走了狗屎域 一名富甲一方船长不幸遇难 刚好要埋在他所在的墓底 他不仅有满嘴的金牙 身上的勋章和手上国王钦刺的宝剑 更是无价之宝 看着即将到手的东西 马森不自觉地笑出了声 却被船长的妻子正好碰到 马森赶紧解释自己是墓地的管理员 他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维护船长最后的尊严 下葬的当天 马森亲手把铲子递给船长妻子 女人抬起铲子向棺木扔筒 转眼间马森就拿上铲子 开始向上铲筒 很快棺木被成功打开 马森的激动之情易于言表 结果棺木里面却空空如影 这时背后传来一阵声响 原来老鼠仙人一步抢下了尸体 他赶紧爬上前去伸手抓 却只摸到了一只鞋子 他开始犹豫是不是要继续追 因为这一进去很可能就出不来了 突然大脑一片空白 恍惚间他看到自己被债主活生生地 关进了小黑屋 拿着锤子亲手给他钉钉 为了还债马森咬咬牙打算输死一波 看着还未走远的尸体 爬进了巨大的老鼠 他一边爬一边给自己打鸡血 加油马森 一定要拿到自己的酬劳 保住自己的尊严 眼看船长的尸体近在咫尺 却触碰到了一个隐藏的暗坑 老鼠能打这么多的隧道 真的是成精了 马森从旁边越过暗坑继续追 却被一根树根扎到了额头 他拿着树根生气地用力一拉 直接拽他的隧道 马森被活生生地掩埋 他艰难地从里面爬出 开始祈求万能的上帝 一定要让自己走活下去 就当马森继续前进时 突然大批老鼠从后方跑进 直接淹没了他 慌乱中他举起武器混乱开枪 没诚想精准地命中了自己的脚趾 更令人惊讶的是 前方隧道竟然出现一只老鼠 他赶紧躲藏起来 就当他打着灯光再次观察时 老鼠王突然出现在他背后 他拿起武器对着老鼠王就是一枪 老鼠王反击打伤了马森胳膊 武器也掉在了地上 马森顾不上剪匆匆逃走 老鼠王在身后紧追不舍 爬了没一会儿 马森失足掉进了暗坑 这一吊落足足持续了数秒钟 但终归有经无险平稳落地 自己的手垫紧随而来砸在了脑袋上 他这才发现周围全是尸骨 就在他尖叫着惊慌失措时 事情却出现了转机 他从尸骨中找到了一枚价值连城的宝石戒指 也是这枚戒指让马森恍然大悟 自己掉进了满是珍宝的宝藏坑 老鼠吃掉尸体后 留下了所有陪葬的宝物 就连刚刚的国王宝剑也在此处 而船长的肉身早已被老鼠吃光 拿好东西后马森开始寻找出路 结果守电光锁过之处皆是恐怖 一个巨大的邪叫雕像出力身后 让人不寒而栗 雕像的正对面有一具成贵败状的尸骨 而尸骨胸前的纯金宝石项链 让马丁立刻来了精神 估计就是这个邪叫的圣物 马森感叹老天终于开了眼 就当他拿到项链时 风干的尸体不然格格 他拖着半截身体爬向男人 嘴里一直重复是我的是我 幸亏没有腿的丧尸给了马森逃跑的机会 好不容易爬到了一处棺材下方 丧尸却紧随其后 如果能够搬动上面的土块 或许能够压垮丧尸 就在这时一声老鼠的吼叫传来 老鼠王再次现身 前有追兵后有堵截 看来马森命不久已 老鼠王率先发动攻击 直接扑倒了马森 结果一番打斗后被上面的土块直接压爆 马森幸存下来 丧尸的手却再次伸出来 不过也仅仅是一只会动的手而已 他仅剩的半截身躯被压在了土里 这让马森兴奋不已 他感谢上帝开了眼就下自己 就当他拿起手电照向隧道 净奇迹般地发现镜头有光亮 老天保佑 居然又给他指了一条明目 马森嘴里不停地感谢着 前路艰苦漫长 一出炼狱中见光明 到达镜头后马森却慌慌 原来刚才的光只是棺材镜面的反射 他进入了别人的棺材面 而棺材上面还有厚厚的桶枣 这一下直接让马森陷入了绝望 就在这时成群的老鼠再次来凑热了 他们踢碎了手电筒 隧道重新陷入黑暗 没有了光变没有了希望 而没多久棺材盖居然被人打开 之前的两个年轻盗墓贼出现了 他们认出了管理员马森 可就当伸手触碰黄金项链时 马森的身体突然动了起来 吓得两人一哆嗦 转眼间一只黑色大老鼠从马森嘴里爬了出来 现在的他早已经被老鼠钻透了全身